你来看看这个是有钱人的烦恼吗 长荣集团的兄弟争产 这栽战永远分不平 长荣集团小股东要告大哥张国华 这场兄弟内战还要打多久呢 威姐姐要来告诉我们 昨天有所谓的长荣的小股东 他是告了这整个长荣海运的大哥张国华 说他怎样背信 这个不简单 而且还洗钱300亿 在这里所谓的非常规教育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里面其实从2016年 这张荣发老先生他辞世之后 其实整个长荣家族通通都不平静 为什么 就是这四个二个之间的一个战争 所以很多人讲说 这一次的宫斗剧又开始了 说不定是一个局中局 戏中戏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这一场 到底是哪一个可爱的长荣小股东 突然跳出来告 而且通通都是重点 来 昨天就是这一场 那他鼓叫开始发生一些震撼 因为长荣海运这位委任了这位 所谓的林文彭律师 他告这十个所谓的长荣海运的董事 十个通通都被他告到了 在这里面他所谓的背信罪 跟非常规交易 三百业的 这不是一个小事 那他质疑什么了 来 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 他主要有分三个重点 这每个地方都极重要害 第一个他是说目前为止 他是让在张国华 大哥张国华的主导之下 他其实是花了新台币三百亿 也就是非常高的一个金额 跟所谓的巴拿马长荣国际 买了三家公司股权号 那为什么要买这个 大家对他有个印象又没什么印象 我们等会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重点 那他花了长荣海运这家 上市公司公司 他居然是买了 花了三百亿去买他旗下 那在这里面 如果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里面总共有四笔交易 但是其中只有一笔 是长荣海运直接在国内 他买的就是所谓的台北港 台北港的码头 这是他直接国内买 但是另外三笔交易 在中间的这家 目前为止通通都是境外 长荣海运的境外公司 包括去买了新加坡的 包括去买了巴拿马跟英国伦敦 那在这里面交易是不透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质疑 他最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2016年 大家全台湾通通都会知道 这一场其实是张荣发老先生 他自己的遗嘱 在这里面遗嘱分明指定的 就是小K董 所谓的张国伟 去接集团总裁 最后加分他有接上吗 是 他坐了几天就被赶下来 几乎是净身出户 所以在这里面 照理来说 你要去花三百亿 要跟巴拿马 长荣国际这家公司买 你应该是跟张国伟 但是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知道 巴拿马长荣国际这家公司 总共有三位当属地 说他通通都是董事长 到时候这笔交易 有没有可能 他是废掉的 如果万一废掉的 你的三百亿已经买了 请问一下 到时候你这个巨额亏损 谁来负责 还有第三个质疑很重要 说目前为止 大家都知道 其实长荣海运2603 他真的最主要的控制者 其实是张国华大哥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已经发现 这里面是不是有涉及洗钱 里面到底有没有合法估价 还有公司治理里面的 审议委员会 他们到底有没有 整个全部的磋商 通通都搞清楚 最重要是在这里 你有没有利益回避 现在他也号称 大家观众们 有这个重点在这里 如果你长荣国际 花了300亿 去买了巴拿马长荣国际 这家公司 董事长如果号称 其中一个董事长 说也是张国华自己 请问你有没有利益回避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三大质疑 就是昨天这个律师来告的 当然长荣海运自己本身 他是否认这件事情 他认为一切完全合法 这些质疑 全部通通都不符合实际 但是重点叠加 今天长荣盘中 最高跌了5块5 那他在那边哭哭 但是谁在笑 新宇航空 2646的新宇航空 今天股价是涨的 我一下子 据说这位律师 林文鹏 他是谁呢 大家看仔细了 原来林文鹏 就是张国伟旗下 他的新宇投资派驻 在之前他本来要吃掉的 利荣航空底下 他就是里面其中的董事 一叠加 所以人家想 你这一场局 其实是不是就是 2016年的宫洞剧的延伸 这一次点出来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永店叠加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巴拿马 商国际 长荣国际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他可能就是张荣发老先 他生前就已经 遗留在海外的一个金库 在这里面据说 绝对是迁移规格 那在这里面 其实管理人们 你会觉得 这是在闹什么 我闹哄哄搞不清楚 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重点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看懂这处宫斗剧 第一件事情就是张荣发老先生 自己的遗嘱 现在在打官司 另外一个官司在哪里 就在我们现在一直讲的 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为什么 来我们告诉大家讲清楚 为什么大家通通都要去争夺 长荣商的 这个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因为他直接控有长荣海运 你看这是最大的一个持有者 7.4% 那好了 那在这里面 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谁是他的拥有者 里面的家族 其实就是张荣发老师 他自己跟他的儿子们 那这是生前他们全部 他有四个儿子 全部通通大家都均分 所以这一辈子 这一群人确定就是要绑在一起 他们既是父子 也是兄弟关系 那在这里面 你要知道 加分 在这里面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之所以这么重要 除了让他们父子 全部绑在一起之外 更重要的 他持有长荣国际 最大的股东 77.4% 不要忘记 他里面还持有什么 这真的是个千亿规模的海外金库 因为 他里面主掌了包括长荣底下 所有的你包括轮船办公大楼 住宅等等 在海外的 而且地点分布在巴拿马 伦敦 纽约 东京 我跟你讲 全球 所有的长荣的办公大楼 还有分散在各地的 长荣桂冠酒店 通通都是他上面的资产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最重要的就在于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所以现在在这里面 宫斗剧里面有两个重点 一个部分就是遗嘱 张荣发的遗嘱官司怎么进行 另外一个重点就在于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他的老家当事长到底是谁 他闹了三胞胎 在这里面我们先回过头来 这场官司到现在还在打 2016年距离现在都已经八年了 张荣发老先生他过世的时候 其实这是他亲自的遗嘱 我想这是全台湾都知道的 他自己也委托了四个见证人 结果他已经有讲 全部他这上面是 他这个遗嘱是张荣发老先生 他们自己找人 你的 所有的存款跟股票 全部都给四指张国伟 而且这个里面不动产 也全部都由张国伟来独自继承 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宋裁也交给他 所有宰散都举好给他 你知道里面有一句话 让人觉得很感慨 因为大家后来都知道 其实张国伟虽然 这个让他成为一个总裁 但是最后他有没有接班 他没有接班 他完全被哥哥们排挤出去 所以当时他在不服气 他就找了一个律师到处去查 说他查上他恢复他总裁 这个接班的这个位置 但目前为止不得其门而入 可是没料到加分 他后来找到门路了 这个门路在哪里 你猜 就在2022年你刚才讲的 哥哥派跟弟弟派的公斗剧 来我跟你讲 这三个人你很难想象 他这辈子会在这个时候坐在一起 你看老三张国正 老二张国明 还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四阿哥张国伟 我跟你讲他们居然同框 他们就是要共同去跟他的哥哥张国华来对峙 他们自己的兄弟共同投票选了谁 其实已经交给了二哥张国明 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他要争纠结点在这个巴拿马商 他将长荣国际遗嘱呢 两样叠价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CG 这里面告诉你因为缺钱 缺钱 我们刚刚有讲其实那时候张国伟曾经有讲过 他不晓得为什么爸爸他要把总裁交给他之外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把所有的现金存款跟各方面交给他吗 其实后来张国伟也很感慨 他说他当他晋升之后被哥哥们赶出长荣集团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他爸爸很有眼光 张荣妈很有眼光 他知道他可能那个位置坐不住 所以所有的现金拿来干嘛 让他创业 让他来开心语航空 这几年因为小K同他为人讲话 非常的谈吐幽默有趣 而且自己会挡开开人机 毕竟真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高手 但他经营粉丝方面也非常的厉害 可是近年你要留意 小K同从一大堆的圈粉 出来一大堆的黑粉 还是有很多 因为他虽然经营了很多新语小铺 做了很多新的设计 但是在这里面 正好前几年大家都还有印象 像是去年的5月 他的新语航空因为风势不闻 大家都还记得 成田机场的那一场 失败的一个互动过程 最后虽然通通都免费 也招待他们 但是你还是让一大群的新语航空的粉丝 他躺睡在哪里 他睡在机场 所以在这里面说实在 原本是他的圈粉 后来变成黑粉 在黑新语航空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没有钱 因为在这里面 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你看那个长荣航空 他刚开始他的大股东是谁 他就是长荣海运 他必须要有个妈妈 不断的钱灌输进来 养他一段时间 新语航空现在就碰到烧钱的问题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他赶快上市开始募款借钱 但是问题叠加 他好不容易 在去年开始营收 已经年增了这么多 我跟你讲 才赚多少钱 好可怜 其实他顶多赚了0.08 终于转亏为盈 但是钱不够发 你看这一次 他还是没办法放鼓励 为什么呢 来 重点叠加 因为开花两家 真的很烧钱 他还有新的一个路线 这个航空新的线 所以他目前为止 22架的飞机 马上下半年 我跟你讲 这是非常未来最重要的 一个经济母之一 就是在西雅图 那你开新的航空 爱开极吗 要花钱 另外一个部分 他到时候还要再买新的飞机 还要再买50架 我的老天爷 你在这方面 你要花了钱 你 我说实在 你要赚钱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烧钱 现在他到底要怎么样 去打赢这场航空战争 他的西远航空 要怎样才能够 一直飞在天空上 目前为止 他就是去建立 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 北美航线 如果说 你要建立一个北美航线 他现在要赚什么 要赚一个转机财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他现在最主要打的 一个算盘很多的航线 在哪里 在东南亚 你的东南亚 目前为止有越南 还有很多的地方 他正好正在建立 所谓的供应链的部分 目前为止 东南亚12亿人口 所以在这里面 他要赚一个转机财 如果北美 他没有直接飞到东南亚 相关的路线在台湾 他中间能够赚的 就是这个转机财 这是其一 第二个部分 其实他也很花心思 他跑去哪里 他开始从最赚钱的 洛杉矶开始布局 这都要砸中钱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美国的职棒 有个到齐队 这非常有名 大股翔平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他还要建立一个 所谓的直男的NBA 有个快艇队合作 为什么呢 这很烧钱 跟他做很多的合作的商品 联名商品 就是要打开 在当地的一个知名度 这要要钱 他要钱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只好砸大钱 因为毕竟航空工不吃 没有那么容易经营 当然了 他大哥也不是吃素的 你在这上面 长荣航空 也跟你直接来对打 你签了个什么快艇队 我就来个什么天使队 所以对他来讲 我有的是钱 但华航人家也不是吃素的 赶快去跟三星米其林的移工 一起来合作 但这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一次的经营 这一次打的公斗剧 它至少还要好几年 你看光是张荣发的遗嘱 白紫黑字 你打了那么多年 你都打不下来 更何况是巴拿马商长荣国际 可是这场仗要不要打 还是要打 否则你的心语 即将要把钱烧光光了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长荣国际 或者是长荣航空 或者是长荣海域 他一定要面对一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人的公司 他有一大堆小股东 你家的公斗事 是你自己兄弟的纷争 但是所股斗 小股东的权益 这才是经营 一名中国的华裔女子 怎么会突然之间买珠宝 买首饰 还买房子 结果警方到他们家一查 发现里面竟然藏有 800亿的比特币 一名只靠打工为生的女子 哪来的雄厚财力 更可疑的是 今天风哥要来告诉我们了 领导人习近平 竟然没有任何的动静 这背后会跟中国政府 有关联吗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件事情 比特币最近的价钱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曾经他一度从5万块美金 一颗 1颗万块美金 跌破了2万块 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跌到1万块我就all in 好 你各位并没有all in 但是这个人 他却有很多很多的比特币 现在比特币又从2万块美金 3万 4万 5万 6万 一路涨上去 没有想到 他竟然有多少钱的一个比特币 他有20亿英镑 20亿英镑的台币是多少 800亿 他有800亿的比特币你知道吗 那这个人是谁 你想说他一定是富可敌国 皇亲国戚 不是 他才40几岁而已 然后他2008年的时候 到了伦敦去那个地方打工 到伦敦打工的时候 其实先不要看这一个 这是他后来买的 他那时候在伦敦北部的一个餐馆打工 他只能住哪里 餐馆的地下室 因为有很多的仓库 你就是放在地下室 他只能睡在地下室的仓库 竟然等等不到10年的时间 他从住在餐馆地下室的一个打零工的人 竟然变成有800亿台币比特币 这很难理解 这个一定很奇怪 对不对 好 有一天他就发达了 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发达了 发达之后他也不一眼了 就直接搬离了这个餐馆的地下室 然后去荔枝那个地方买了这栋豪宅 好 买了房子之后 他又把他的小朋友送进去当地的一个市立学校 你知道吗 其实在伦敦那个地方 为什么伦敦的房价很贵 因为他有九大公学 那九大公学很多都是什么威廉王子 他们以前读的学校 贵族学校 对 是贵族学校 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去读的学校 所以当有一个华裔的 把小朋友送进去的时候 第一个他们正经的是 怎么这么有钱 第二个你什么背景 那个地方不是你有钱就能入学 对 什么身份 然后不管 反正他就打通关节 好 重点来了 他这么大手笔 就引来了这个他们当地警方的一个调查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去调查 没有查到东西 但没有想到他马上在调查的隔天跑了 跑去哪里 跑去杜拜买房 你有沒有发现很特别 只要有一些犯罪的人 最后的地方都是跑去哪里 跑去杜拜 对 因为杜拜那边买房 比较不会留下资料 他又买了大概是2000台币的一个房产 买了之后又去什么 买珠宝 买了珠宝这样子以后 大家想说这个一定有问题 但是这个英国的警方也是盯着盯着盯着 有一天时机成熟了 当比特币的价钱又往上的时候 再去抓 就找到了这个冷钱包 这冷钱包里面竟然有20亿的英镑 然后大家就顺藤摸瓜 你一个餐厅打工的这个阿桑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的一个比特币呢 回头就找到了这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钱志敏 他之前在整个中国大陆里面 他弄了一个运动 有点类似传销 就是我来帮你们大家投资理财 一直带领大家脱贫 结果他可以骗多少钱 他骗了13万的人 13万的人他骗了好几千亿 然后最后找到了谁 找到这个阿桑 把钱交给他 然后又用成比特币来洗钱 所以现在这个人 也跑去哪里也不见了 所以大家回头去想这件事情 一个人就算你骗了这么多钱 你有办法弄到这么多的比特币吗 难道所有的交易所 我都这样子就这样子让你弄吗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跟官方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实际上官方是透过他们 来进行洗钱 不然的话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在中国大陆已经禁止比特币了 在过去来讲的话 还没禁止之前也是严格审查 你怎么可能 难道这两个人 就可以搞到800亿人民币 800亿台币的价值的比特币吗 就不太可能 那为什么我们讲说 其实比特币已经变成大陆 中国那边很多人洗钱的一个方式 在过去他怎么洗钱 买比特币 一颗一颗买 一颗一颗买 后来发现大陆就把这个比特币 给禁止了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 用这个非法洗钱 很多中国的二代 他现在想到了一招了 我既然交代不清楚 比特币的来龙去脉 然后中国大陆就禁止挖矿 那我可不可以把钱拿去美国 买个矿场 我买矿场就是你里面多少的币 都是我出来的 所以有一天我洗钱洗一洗 我被抓到的时候 我就说你钱怎么来 人都比特币 我有一个矿场 很合理 很合理 那你矿场 我每天就挖 我怎么知道挖这么多 那就可以这样过去 那你这样过去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成功套现多少钱 46亿的美元 46亿 这46亿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利用比特币 虚拟货币太大币来洗钱的话 恐怕在大陆那个地方的话 是房不胜房 好 另外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变成显学 所以各式各样的公司 都做得现在很奇怪了 像这一个蓝天格瑞电子公司 它竟然也在做比特币 然后它告诉大家说 这是一个新的投资方案 然后短期投资理财的一个产品 用一个拉一个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老鼠会 然后一个拉一个拉一个 然后很多人其实都被骗 那尤其是什么 老年人 老先生老太太 他只听过区块链 只听过去中心化 那你实际上 他的逻辑怎么运作不知道 结果把钱给砸进去 钱砸进去之后就被洗了 但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是骗走非常多人的棺材本 好 那回头再来讲说 习近平大大 他之前就已经大力称赞 区块链的技术 什么时候 2019年 2018年的时候 他就有来称赞这个 所以在当时候 发生过一件事情 美国人睡觉睡到一半 被那个手机APP震动给叫醒了 因为比特币上涨了40% 一夕之间 然后美国人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 找不到 原来就是因为习近平 他讲了要来追求比特币的技术 所以就冲动了 就有第一波的中国大陆的一个 追寻比特币的一个狂潮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嘴巴说 不可以 不能洗钱 不能透过虚拟货币 但实际上面 当有需要来套现的时候 比特币是不是也是 他们的一个好的方案 在这个洗钱的背后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大家都想怎么样 赶快认出中国 能逃的 能走 能挖 能跑的 全部都跑了 他们除了洗钱之外 他们还流行一种方式 叫做洗人 把人才洗到香港去 现在来讲说 你要走出去 有两个件事情要很重要 第一个 你钱要走 大军未行 粮草先动 你要先把钱洗过去 但是你钱洗过去 就算你成功了 你人也要出得去 你人出不去的话 那就是纸上富贵 我又不能去用 好 那现在来讲的话 在大陆这边有很多 洗学历 其实说到底就是洗人 你不想要再做 这个低薪的工作 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身份 所以大陆在这边 有很多的东西在什么 小红书来教学 卖假学历 然后这假学历 非常的特别 其中连哈佛都可以来卖 怎么说怎么卖 哈佛的学士 收费16万到20万的美元 硕士收到14万美元 博士收到17万美元 然后他告诉你这边的地方 不用担心 你不需要去怎么样 留学 不需要考试 不需要语言 我们以前你还要去国念书 是不是要考个托译 托福 然后考了半天 你成绩到了 你才能够去申请国外的研究所 成绩不到 你要先去语言 什么叫语言 你要先去他的语言学校 蹲一年 不只是时间还是金钱 这个都不用 我告诉你 这边有硕博的学位 直接告诉你这个空的 填上你的名字 乌加芬 你不一样了 就哈佛毕业了 从此你就是哈佛的毕业生了 就是你了 而且他告诉你说 不用担心 不只是说我给你一张纸 给你一张电子的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还会把你的名字 乌加芬 几年进入哈佛 几年离开哈佛 然后你的主修课程 打到他们哈佛校内的电子系统 这么详细 对 你知不知道 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女艺人 告诉大家是哈佛的 结果后来怎么被穿帮的 就是有人去查大家的记录 就发现 你是哈佛学院的 你不是真的哈佛的 他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 只要你有钱 就可以把它弄进去 好 那这个是哈佛的 很多人想说 我突然之间从一个农村 然后农民工 突然变成哈佛的毕业生 好像也不合理 但是如果我其实跑去香港 念个香港大学 那是不是合理了 我明明就去香港打工 然后去香港度假 我弄个两年三年就回来 告诉大家 我有香港大学的一个学历 那是不是合理多了 好 这个东西也可以 这个是真的 这是假的 他们进行两次的实验 第一个叫HR 什么叫HR 你公司你要来面试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个人资 人资来看 结果第一个人资竟然搞错了 他把假的当成真的 真假难辨 对 真假难辨 然后第二个 在找香港大学的一个校友 校友告诉你说 你不要骗我 我家里有一张 香港大学的毕业证书 他拿出来说 左边这张就是香港大学 跟我家的一样 结果也是假的 天哪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是假做真实 真一假 已经把这个访的 做了跟真的还要真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 你根本已经难以去预防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那如果说有一些企业 他比较严谨 他不只要看你的毕业证书 对 那他会去跟你访谈 认识 你念的时候 你哪一科 你的成绩是多少 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拿一张假的 你是掰不下去了 马上穿帮 现在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套餐 这个叫同一个套餐 光明前途套餐 就是说你只要拿到这个的话 保证不会叩咐的 你又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毕业证书 5000人民币 加上成绩单 3000人民币 这个东西 电子支付收款 你根本不会被抓到 因为没有这个 银行的一个往来的记录 被勾击 所以能够逃过追查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一个成绩单 一个毕业证书 一个成绩单 加在一起 你的人生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好 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现在来讲 在搞得奇奇怪怪的 另外来讲的话 很多的大陆人 在过去只想要跑去什么 跑去香港生小孩 跑去香港来 让小朋友去念书 但现在没有 现在告诉你 现在小红书上面有很多 你只要打这个香港人福利 他说有一个香港的身份 就可以赚到730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很多 很多香港人 他是有一些税负的优惠 然后贷款的优惠 创业的优惠 他就告诉你说 只要你先得到 一个香港的身份 只要你能够论出去 论到哪里 论到香港 第一个 你税就别扫缴了 然后你去买房的 贷款的利率也比较好 然后如果你去创业 回大陆去创业的话 还会有一些资金上面的 补贴跟优惠 他们让他们算一算 20年 保底赚730万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不是说他们真的要去赚这个钱 而是大陆这样有一个 集体的一个焦虑 不想要留在大陆 想要赶快论出去 包括钱也要跑 人也要跑 那这个东西就是 他们想到的旁门左道 中间 双界 演艺界 跨界揭秘 中案 悬案 封击案 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新闻王 真相不漏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